今天我们又要来讲七彩鱼了 我们今天要讲七彩鱼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讲七彩鱼它平时的照顾和养护 这讲的是我自己的经验 我觉得是大同小异 但是每一个不同的环境鱼缸也会有不同 我先讲一下我鱼缸的设置 其实我鱼缸的设置的东西蛮简单的 也不是简单 花了蛮多心思 但是是花了心思之后的简单 里面就是有一个大家都有的 叫水精灵 他可以打气然后又可以培菌 那第二个就是过滤系统 这过滤系统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人家讲的这个诀窍窍门在这过滤系统里面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找时间再来说一下这个过滤系统 过滤器 还有就是加温气 然后一个温度计 过滤系统里面我会放多孔石 类似陶瓷环 多孔石是像陶瓷环 但是它上面的那个小孔小洞比较多 然后还有加一个那个石鹰球 因为我的过滤系统太强了 所以它降酸降得很快 那我再加一个珊瑚骨 来调节这个酸性 把它升到PH值7左右 其实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么强的过滤系统 因为太强的话真的是要常换水 但是因为我已经设置了 我暂时还不想去更改它 我的七彩在里面活得也蛮快乐的 我自己认为它活得蛮快乐的 所以先暂时不动 那我们看一下每日 我们要对这个我们的宠物七彩鱼 要做些什么事情 那一天大概要花一小时的时间 来观察鱼的动态 它的变化还有它的喂食情况 这边的一小时当然不可能是说 就坐在那边一个小时去看它 那也没什么太大意思 所以小时我说大概就是 从早到晚前前后后 喂食也好 然后欣赏也好 看有没有什么状况也好 那加起来大概一个小时了 养鱼最喜欢或是最爱的时间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喂食了 能看到自己的七彩 把这个食物吃光光 大家一起抢食 是我啦 最快乐的时间 那喂食的话 当然就是以五到十分钟 能吃完的量为主 剩太多的话 那就变成厨鱼了 那厨鱼的话会怎么样 变成厨鱼的话 它就是污染水源 跟它的粪便是同样的意思 多的话 时间久了 水被污染 那鱼就会生病 那我七彩的主要都是喂汉堡啦 那会搭配红丑和风铃虾 我会把汉堡先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方便喂食 然后在吃的时候呢 从冷冻库拿出一小块来 我会先去泡水去冰 再喂食 那这个好处是说呢 所有的鱼呢 它能够很快的 就把这个食物吃完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呢 如果说你没有退冰 硬邦邦的话 其实对鱼来讲 第一它是不容易吃下去 那第二是 它不容易吃下去的时候呢 汉堡就会留在缸底 然后比较强的这个七彩 它就在那边霸占着 其他的七彩要来吃呢 它就会攻击它们 那可是 这么大一块的汉堡 一只鱼也吃不完 然后就变成厨余了 这种表面积过大的污染源 常常是为系统会带来 一瞬间强大的冲击 因为它没有办法被过滤系统 有效的拦截分解 执行消化作用 冷冻红虫呢 我也是会用清水先把它泡开 泡开之后 还会再加上几次的洗涤 那我会用一个 比较小的网子 孔洞比较密的 把红虫放在里面 然后用清水洗涤 几次再去喂食 红虫被污染的比例还蛮高的 那蜂年虾呢 我就是直接喂 因为蜂年虾它比较小吃 而且它的污染会比较少 那如果我有错的话 请纠正我 那再来是每日的话 我都会做这个清除粪便 还有维持水位 像冬天会开加温器 那加温器会让水蒸发 夏天虽然不开加温器 但是炎热天气 也会让水蒸发 所以每天清除粪便之余 然后再加一点水呢 也可以维持整个水质的稳定 还有清准 还有就是我会再观察一下 这个循环系统还有打击系统 好几次我发现马达竟然停止运转 有些时候可能是电子仪器的关系 那有一次真的是马达烧掉坏掉 最长是一周 我的过滤系统没有在运行 竟然我都还没有发现 观察循环系统还有打击设备 也是我每天会做的一件事情 在空间比较小的鱼缸里面呢 白棉我是每天都会换 但是我换白棉呢会是像这样子 把一个白棉撕成五片到六片 然后一天呢把一片拿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既可以保持清洁 然后白棉用量呢也不会太多 那最后就是适当的光线 对于七彩的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我的灯光控制呢 我现在都是用电子室 我把它设定我需要的时间 让灯光开启 那第二个是 我可以利用我的手机远端操控 也能让灯光开启 那既然刚刚提到要加水换水 所以我这边我也要提一下 在加水换水一些注意事项 这养银钢鱼就像养银钢水 像泡一壶茶或是一杯咖啡 像浓淡随人而异 这缸中的水呢也是随鱼而已 这缸水呢就是酸碱软硬的基本特质 这边提一下在天然水中 远离城市而微受污染的雨水呢 血水都属于软水 泉水吸水河水呢 就是属于暂时性的硬水 它如果说用 把它储废的话 那它是会变成软水的 那大部分的地下水都是属于 高硬度的水 那我们在市区 能够取得的话都是自来水 自来水也是软水 不过也要看城市啊 我注意看过一些不同的城市 其实它自来水的硬度都 差异都蛮大的 我们这边姑且就是 相信自来水是软水 那再来就是自来水它会有氯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方法去把氯除掉 因为氯是有毒的 如果它的浓度太高的话 鱼会受不了是会死亡 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把这个水中的氯去掉 最简单也是最省钱的方式就是 让自来水曝晒 不过这对我们住公寓大楼的很麻烦啊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建议就是装前置过滤器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前置过滤器它又可以除滤 也可以染水 一举两得 所以如果说常常有换水的朋友的话 建议是装一个前置过滤器 可以一劳永逸 刚刚有提到嘛 如果说是体积比较小的钢子的话呢 我每天大概会换一桶水 一桶水大概就是 差不多钢里面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左右 那如果说是比较大的钢的话 一个礼拜换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水 那换水的时候呢 真的这个速度不能太快 我之前有试过速度很快 真的会造成鱼汁的不舒适 甚至生病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器材的话 真的要慢慢加下去 慢慢的加水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是它PH值不会变动 一下子变动太大 那第二个是温度也不会 一下子变动太多 那第三个如果说你的水里面还有残留的氯的话 慢慢的加下去 对于整个系统来讲呢 它也能够够慢慢把它消化掉 水加的越慢是越好 夏天换水会比较简单 因为夏天的温度高嘛 换水的温度和钢内的温度是差不多 那冬天就尽量减少换水 冬天换水那温差就会比较大 那换完水之后呢 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啦 这怎么讲就是说 当我们养鱼养到一个程度之后 其实我们整个系统已经建立起来 那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呢 对于钢内水的成分呢 我们大概也都清楚 每隔一个月呢 我还是会建议呢 要用一些测试器去来测量一下 目前鱼钢里水的成分 有哪些东西可能超标了 好像PH值啊 或是氯残留啊 然后NO2啊 这些东西都应该时常检测 不然等到鱼生病再来看的话 真的是来不及 不知道各位养七彩的朋友 有没有碰过七彩生病的时候 真的很麻烦 没事 真的不要让七彩生病 它会折磨到你身心俱疲 最后还是死亡 太惨了 那另外就是水温呢 不宜长期过高 因为七彩就是在28到30左右 那长期超过30的话 其实对七彩不是什么好事 高温呢 会造成它新陈代谢加快 然后耗氧量又会变大 七彩的体质就会逐渐的衰弱 但是有一点就是 这也是前辈 就是其他的一些养鱼的前辈 跟我讲的 如果说你发现七彩 它有一点点不正常 譬如说不进食啦 或者是懒懒的 在那边不太游动啊 然后不跟其他的七彩 耗勇都很 那这表示它可能 有一点点问题 所以当你发现 它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温度 适时的把它调高到30度以上 差不多32度左右 然后停止喂食 那这样大部分的时间呢 那鱼会慢慢正常 恢复食欲 这的话就不需要加药啊 又去治病啊 处理啊 其他的特殊照料呢 我们下次再来说 还是一样 工伤时间 麻烦您看完之后 您喜欢的话 您就订阅分享 开不开小铃铛呢 那就随人而易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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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